為什麼這樣選擇 從我二十年前開始唱民歌 然後開始唱 然後跟那個我的好朋友 還找七號的民雄大哥 一起組了一個band 叫Hero Band 一路到現在 我一樣有空都會再pop唱歌 所以這些歌幾乎都是我唱過 然後或者是 只有張國榮大哥的我 然後跟黑豹時期的窦維唱的 Don't break my heart 這兩首歌對於我來講 它會是比較陌生 但是也是這一兩年聽到 然後非常喜歡的歌 所以選這十首歌對於我來講 沒有太多的真假 跟演唱會選歌不一樣 因為這些歌它已經在我的 我想做翻唱專輯已經在我的心裡面 大概有十幾年的時間 所以啊 這些歌找在口袋裡面擺很久 夏蕙姐其中有一條是 陳淑華的那一夜你喝了酒 對 你聽過嗎 你應該沒聽過 你媽一定聽過 哈哈哈哈 對 因為陳淑華其實已經消失了一段時間了 你可以講一下你對她的印象嗎 呃 其實陳淑華小姐在我們這種 六字頭的年紀的人來講 我覺得在我國中高中時期幾乎都是聽陳淑華小姐的 那個 夢醒時分啊 然後說吧 說你愛我吧 還有啊 還有我唱的那一夜你喝了酒 這是李東盛老師的詞曲創作給陳淑華的作品 其實太多了那一個年代滾石年代 飛碟年代 太多太棒的歌留下來 那為什麼特地選這一首 因為這首歌我超愛 然後啊 經過陳淑華老師重新編曲 然後啊有一種 其實 其實 寫 不是寫這個 就是歌詞裡面的這個男人 不是一個很好的男人 那 聽起來 我唱的輕描淡寫 但從新編曲以後 我唱的輕描淡寫 但裡面有很濃的那種 一個成熟女性對一個男人的愛 不管是該愛的或不該愛的 她都全部包容 聽得懂嗎 哈哈 裡面有一首歌叫做好久不見 好像是因為先生特別喜歡這首歌對不對 對對對 我老公我都叫他老王 他很少會在我面前開口唱歌 但好久不見這首歌 這張專輯 Eason的專輯 放在我的車子裡面很久 好幾年 然後每一次開車的時候 我就突然間 有幾次突然間發現 他邊開車邊哼這個歌 所以我就說你是不是喜歡這個 他說很好聽 那我自己也很愛小家姐的作品 所以 就想說這一次如果有唱的話 彭家蕙唱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所以老公知道你要唱這首嗎 給你什麼樣的評價 我唱完才給他聽 我還沒有問過他 Eason好聽還是彭家蕙好聽 對對對 音樂的喜好本來就是因人而異嘛 每個人喜歡的不同 那好的作品才會一直受到歌手的翻唱 那我覺得要挑戰翻唱 挑戰這些經典歌曲的確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郭靖的聲音很有記憶點很好聽 對他在新生代來講就是又漂亮唱得又好